日本小林製藥的紅麴原料風暴越消越大 不僅又新增加一人死亡 住院人數更傷身到106人 日本厚生勞動省依照食品衛生法 要求小林製藥報廢三項產品 並且約談相關人員 小林製藥早在一月就知道 有消費者吃了紅麴產品導致洗腎 卻超過兩個月時間才召回商品 消費者心驚膽戰痛批小林製藥 在台灣發現使用到問題紅麴的業者不斷增加 日本製造在台灣販售的保健食品商THC 就宣布回收旗下的濃縮紅麴膠囊 還有三家台南製造業者主動通報 下架封存大約2.7公噸 原料半成品以及2萬多盒膠囊 目前通報的業者一共有31家 包括輸入業者2家 那通報的案件數有121筆 我們其實有明細有非常詳細的 就在食藥署的官網 那今天這個專區就會上去 不過日本最近食安問題連環報 最新又發現知名的碗米味增裡面 混入了蟑螂 業者趕緊回收超過10萬件商品 目前食藥署證實 台灣也輸入有大約3.25公斤 提醒民眾避免食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記者訂閱 的新聞